最近消息一旦来看到的是台北大巨蛋的测试赛免费门票 有黄牛喊价一张票3000块钱来贩售 引发了社会哗然 那么台北市行大是火速追查 约谈了四名贩售黄牛票的男子道案说明 那么台北市行大查获了四名男子 他们在脸书贩售大巨蛋预备赛的黄牛票 四个人都是一般的上班族 因为想要赚外快拿到票之后 他们就在网络上转卖 有人一张票喊到了5000块钱 不过都还没有卖出 就被警方约谈到案 警方表示了四人训后依违反社委法 韩宋警议庭来认定 可以处三天以下的拘留 或是新台币18000以下的罚还 尽管四个人都声称还没有卖出门票 但是警方仍然将调查四个人先前 是否有黄牛行为 同时也将扩大追查是否还有其他的黄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